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欢迎来到科技院 让我们共同感受农业科技的魅力 大家都知道 在浙江有一个千岛湖 它有着1078座岛屿 风景优美 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在广西北海的河浦县 也有这么一个地方 拥有着1026座岛屿 名字叫做星岛湖 那么星岛湖和千岛湖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呢 这里是广西北海市的星岛湖 说起星岛湖 电视剧《水浒传》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 泳青门 梁山水站 苏航水街这些景点 吸引了不少游客 星岛湖 水域广阔 面积有10万亩 这么大面积的水资源 自然也是养鱼的好地方 记者去采访的时候 正好碰到有人在捕鱼 这个正在指挥捕鱼的人 名叫陈旭 他从2012年开始承包星岛湖的水面养鱼 陈旭在星岛湖养的主要是连鱼和雍鱼 而且从来不投胃饲料 当初放进去的小鱼苗 现在都长成五六斤的大鱼了 尤其让陈旭高兴的是 今天还捕到了好几条大块头 这是一条什么鱼啊 这个是雍鱼啊 今天最大的就数这条了 啊 这条 哇 大概有多重啊 这条大概有20斤主要 20斤啊 我抱着洞吗 抱着洞呢 啊 我试一下 你先挖住鱼尾 也要抱着头 哇 我的手刚刚要摔不住 抱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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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太重了 太重了 那你先 抱着 这样 啊 对 抱住 这条很沉 非常的沉 这条 你看看 它的个头有多大 看 哇 我抱不住了 太重了 太重了 不行 你们写写 冠写和你 围观的游客也特别兴奋 纷纷要求和今天最大的这条鱼合影 性格豪爽的陈旭 看到大伙都这么高兴 临时决定和游客们一块分享这条大鱼 在工人休息的水上房间 陈旭把大鱼带过去 吩咐厨师用湖水煮湖鱼 现场炖鱼头汤 哇 鱼汤可以了 后来等一下吃鱼汤 看那新鲜的鱼变成了奶白色的鱼汤 游客们都十分兴奋 好喝哦 特别好喝 很鲜 然后汤汁很白 挺好喝的 非常鲜 人骨饶的那个鱼味特别浓 鲜味也没那么香 比较鲜吧 平时我们喝的做的那种都有点土味 鱼头汤是直接用湖水煮的 除了盐和姜 再没有添加别的调料 但是游客们都说好喝 这都是因为青岛湖的水好啊 在这次捕捞中 还发现了对水质要求很高的一种野生鱼 看一下 哇 真厉害 太厉害了 它把这个泡沫板都打掉一块 赶快放进来 生命力好强 翘嘴红薄 对这个氧气水环境的要求比较高 它这个鳞片很有光泽 说明这个鱼的质量很好 翘嘴红薄 对环境非常挑剔 就像是活着的水质监测仪 只有在水质好的地方才能够生存 这次不但捕捣了那么多数量的翘嘴红薄 而且专家还在他们身上有了更加进一步的惊喜的发现 散过的 散后的 这是刚挤穿鱼卵 散了以后剩下的 我挤了一下 这说明它在自然条件下就是繁殖 已经繁殖了 它已经成熟 生长成熟 翘嘴红薄在星岛湖安家繁育下一代 这就说明星岛湖的水质稳定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2015年 星岛湖的水质被检测为二类水 而且被列为城市饮用水备用水源 星岛湖的水现在这么好 但是在2012年陈旭养鱼之前 星岛湖的水质是列三类 低于三类标准 游泳不行了 很多人不敢游了 因为游下去的时候起来 那个皮肤就发痒了 皮肤有点发痒发痒那种东西 不过还有那种一股臭味 就比较难闻一点 前两天那个水都是红黄了 那个水不好了 那个颜色都有点黑 发黑 颜色发黑 这个水质感变成这样了 我们在附近这里住的觉得挺可惜的 可就在陈旭承包星岛湖的短短几年时间 星岛湖的水质从列三类提高到了二类 不但如此 他养的鱼也获得了丰收 陈旭说 他养的就是净水鱼 一边养鱼 一边能够净化星岛湖的水质 陈旭从小就在星岛湖边长大 每每回忆起小时候 在星岛湖玩耍的情景 他都特别开心 那时候水很好的呀 可以看到三四米深的呀 我们小小口口口的 只要直接不要捧 捧水库里面的水就直接喝了 当记忆中 那一壶清澈的水变得浑浊 有异味时 陈旭很着急 也很心疼 一次机会 到浙江千岛湖出差回来之后 陈旭决定承包星岛湖养鱼 因为他在千岛湖发现了一个 净水养鱼的项目 我觉得这个项目很好 为什么好呢 我们把鱼淘进去 淘进去的时候 不用淘料给它 鱼在那个自然的 自然的水的环境下 可以长大 长大以后 我们补上来 可以有经济效益 是吗 水机又改好了 又有经济效益 因为我们要投资 也需要回报 有这个过程 我们才可持续的发展 净水养鱼 就是通过在水体中 养殖连鱼和雍鱼 这样的绿石性鱼类 达到净化水质的目的 养殖过程中 不投喂任何人工耳料 鱼类全靠采食水中的 浮游生物来生存 连的主要是吃浮游植物 雍的主要是浮游动物 陈旭把净水鱼 想得很简单 他在大水面上 直接投下了 两百万尾连鱼和雍鱼等 绿石性鱼类的鱼苗 完全不喂饲料 结果一年之后 水质没有任何起色 逃放的鱼苗不准确 不准确的话呢 它就会浪费了 那个里面水资源 而且的话呢 水里面的就是说 那些污染的就是说 就是这个动植物 就是这个浮游的动植物 它没有得到很好的清理 两百万尾鱼苗 对十万亩水面来说 就是杯水车薪 可是 两百万尾鱼苗 就要一百万元左右 继续往里头 成本太高了 而且面积那么大 捕捞太不容易 鱼苗的成活率 根本没法掌握 十万亩的水面 你没办法查得到 这个是很难的 很难点就在这里了 你怎么查 是吗 然后它成活力有多少 你心中是没有 没有谱的 同样的养殖方式 为什么千岛湖就能够成功 星岛湖就不行呢 百思不得其解的程序 请来了广西水厂科学院的专家 进行会诊 专家们勘察之后发现 正是湖叉的污染 造成了星岛湖的污染 湖叉就是湖水被岛屿分开 与周围岸边陆地 形成的一块水域 星岛湖新挪齐步 大大小小的岛屿 一千零二十六座 把湖水分出了无数个湖叉来 当地人习惯把这种湖叉 叫酷叉 那么这些湖叉 是怎么被污染的呢 在星岛湖西北角的湖叉里 放置着很多空网箱 原来 在陈旭承包星岛湖之前 就有人在湖叉里网箱养鱼 湖叉里风平浪静 适合放置网箱 只需要每天给鱼投喂 大量的饲料就可以了 六十个大概就是要 两吨饲料就要 网箱养鱼对于养殖户来说 喂起来方便 鱼长得也快 可是常年累月大量的投喂饲料 多余的饲料都沉寂到水底 无法分解 污染了水质 就是你排水的时候 库叉里的水 它很难排出去 它在那里累积的也比较多 所以库叉呢 相对外面它就肥一点 政府相关部门 已经发文 不允许在星岛湖网箱养殖 很多网箱都被弃用了 但是污染物 仍然沉寂在湖叉的水底 除了网箱养鱼造成的污染 专家们认为 鞍树在星岛湖的种植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鞍树是一种素生经济型木材 在广西的种植比较普遍 但是这种树 却不适合种植在星岛湖的小岛上 因为它种鞍树要施肥 反而还把这个污染物的量给加大了 一下雨 雨水夹带着鞍树下的肥料 就直接冲进了水里 污染了小岛下面的胡叉 专家建议 那些已经成材的鞍树砍伐之后 就不能再补种了 要更换树种 种松树最好 或者是一些杂的那种果树 有些也可以 最好就是不施肥就好 尽量不施肥 多种原因造成了胡叉的污染 而胡叉又通过水体交换 污染了整个星岛湖 如果有别的活水来源的话 污染也许可以减轻 但是星岛湖的情况又很特殊 星岛湖它是续西安江的水形成的 像我们这个星岛湖的水 就是完全是四周的这个雨水 通过几雨 我们叫形成了这么一个水库 所以说它的污染源呢 也完全可以说完全是来自 就是这个四面的这些山冲下来的东西 而不是说像星岛湖那样 它还要受到上游来水的控制 专家对陈旭说 在星岛湖净水养鱼 就是和在千岛湖不一样 要从胡叉开始养 胡叉污染的程度 虽然比大水面要厉害 但是从净水养鱼的角度来说 却是一种优势 这些污染物呢 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不像是化工厂 什么厂上那些污染物 那是有毒的 那我们这些实际上来说 如果你能把它变成生产力 它是有益的 水中的污染物带来了丰富的营养 能够让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迅速生长 而这些浮游生物 是连鱼和拥鱼最好的食物 在胡叉养鱼 鱼类的食物不用发愁 而且还能够净化胡叉的水质 为了养好鱼 又能净化水质 专家提出了一种 分段式养殖的创新方法 我们针对这个星岛湖水库 这个库叉比较多的这个特点 做的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改革吧 星岛湖的胡叉不但数量多 而且大胡叉里面又套着小胡叉 这种枯叉呢 你看它大的枯叉两边又分出很多这个小的这种枝枝了 这里面还有一些小的嘛 这些小的 往右手 往右手或者往左边都有一些小的分枝嘛 专家提出的分段式溅水养鱼 第一步就是要从这些小胡叉开始 他让陈旭首先挑选了一些地形狭长的小胡叉 安排工人在入口处设置了拦网 酷叉那个水面期间不是很窄吗 很窄的话我们就用这个网拦住它 拦住它就把那个鱼苗放进去的时候 那个防止它头到外面去 鱼的种类没有变 主要还是连鱼 雍鱼 这些绿石性鱼类的鱼苗 专家根据小胡叉的面积和污染程度 确定了最适宜养殖的鱼苗数量 一般一亩是放六十条 六十条里面是多少鲜鱼 多少鲜鱼 一般我们是正常的 我们说是七比三 就是说一是七条鲜 三条鲜 在小胡叉养殖鱼苗 活动空间足够 营养也充足 鱼苗的成活率 能够达到95%以上 等鱼苗长到一斤左右 它们的身体变长变大了 小胡叉的面积就容不下了 这时要把它们从小胡叉放出来 搬到更加宽阔 要一鱼捕捞的大胡叉去养 只要这个鱼的年龄它够了 你一把它放到这个大胡叉里 它就会长得很快 就像人一样 你说你小的时候 你再怎么给它吃得好 它速度可能也是长得慢的 长不了那么快 但如果一个大人 哪怕它开始瘦一点 你只要把它丢到一个好的环境里 很快它就肥起来了 大胡叉的面积比较大 鱼养的少了 成本上不划算 鱼养的多了 生长速度又跟不上 净化水质的目的也达不到 所以不好一次就确定具体的养殖数量 只能是根据实际情况 不断地进行调整 这个大胡叉里 比如说我们先放下一百条鱼 比如说一百条鱼发现 它长得很快 比如说它还可以养更多的鱼 那我们把那个小胡叉里 打开一个 这样的胡叉里 好像就有两百条鱼了 如果发现它还是长得很快 那我们可以再放进来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不是说你如果你直接把鱼 都投进这个大的胡叉里面 不分开的话 就算你觉得比例不对 你也没法调了 鲸鱼和雍鱼吃的是浮游生物 主要在胡叉的中上层活动 为了清除掉沉积的污染物 专家还建议程序 增加养殖一种专门在水底活动的鱼 细鳞鞋和固 因为连勇鱼它主要是吃这个表面的嘛 就是吃表面的这些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 但是它吃完了以后呢 就是连勇鱼它要排粪的呀 它有很多不消化的这些枣团啊 跟它这个粪面混合在一起 它就沉积到下面去了 那沉积到下面这些 我们就要演进一些 生活在下面的鱼 就是吃这种杂质性的 演进一种叫细鳞鞋和固 就固类的 是瓜石性的鱼类 和它联用鱼配合起来 就一个走上面 一个走下面 上中下三层鱼类的分布 充分净化了胡叉的水质 而从小胡叉到大胡叉 分段式的养殖 又提高了鱼类的存活率 让鱼长的是又肥又有活力 胡叉的水质得以净化 通过水体交换 整个星岛湖的水质 也得到了净化 2015年 星岛湖的水质 从列三类提升到了二类 成为了城市饮用水 备用水源 在星岛湖里 还发现了对水质要求 很高的野生鱼 翘嘴红薄 它已经在这里产卵安家了 这个项目 它本身 这个技术创新性很强 首先的话 它从这个监测 这个水库的生物 种量 结构品种来讲 它就是从原来的 就是说经验 彭经验的来看 现在的话 已经到达到 这个叫做监准 监测这个状态 现在为了保证 净水养鱼 带来的效果 程序每个季度 都会让专家 在养鱼的胡叉 进行水质检测 可以控制的那种 是比较好控 是可控化的 游客们在星岛湖 不但能看到美丽的风景 还能够吃到美味的鱼肉 来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 陈旭说 他希望在自己手中 能够早日让星岛湖的水质 变得和小时候一样清澈 捧起来就可以喝 净水养鱼 既能够净化水质 具有社会效益 又能够养鱼挣钱 有经济效益 可以说是一举两得的好项目 专家根据星岛湖 湖刹多的特点 改进了净水鱼的项目 实现了科技上的创新 看来好项目 还是要因地制宜 才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 好了 如果您想获得 今天节目的相关信息 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联系方式查询 感谢您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 再见 有人在悬崖峭壁上 穿梭往来 那种悬崖很陡 人都很难上去 如果没有工具 猴子也只能一旁观望 他们为什么要爬上悬崖 悬崖上有着怎样的宝贝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